在彼岸的部分呢 9月11号将要宣判 而今天吴淑珍出听时 被人抗议说他是小偷 吴淑珍也在北院进行了辩论庭 同时传出消息 特征图倾向不跟陈志忠夫妇协商认罪 吴淑珍一身花色套装来北院开庭 陈志忠也跟在后头 直接赶着上二楼法庭 而这一次陈志忠并非单纯陪母亲来开庭 陈志忠的律师叶大慧也来旁听 一方面关心扁案的进度 另一方面趁着休庭时间 夜大慧立刻找上特征组检察官林哲慧 两个人一旁低头思雨 为的就是陈志忠的认罪协商 现在特征组传出将不会和陈志忠协商认罪 因为案件起诉到现在 瑞士的7.4亿和5.4亿都还没有会回来 协商大门从来没开过 接到银行的一个这个文呢 他讲说这个如果目前你的这些款项都是被冻结的 如果你想要会回的话 你应该直接跟瑞士的检察署来联系 另外法律规定检察官和被告协商之后 一审宣判就不能再上诉 但是特征组目前起诉洗钱的金额是8亿元 但是陈志忠和黄瑞进是海外12.8亿元的受益人 还有没有牵涉其他的洗钱案 检方还在调查 因此接受认罪协商的可能性相当低 真希望黄瑞群 吴嘉惠 SNG小组 台北报道 采定检察官和 cle崇林ices told 订阅 君 很